多謝大家收看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在創一片天空 多謝 今天Man哥來到廣州潘如第二人民醫院 我們加許廣州的醫護人員 在這段疫情的時間 不停地出來付出和貢獻 知道現在廣州 疫情越來越嚴重 希望大家都會保持抗疫精神 未打疫苗的盡量快點去打疫苗 需要檢測的盡量配合去檢測 首先在這裏加許多醫護人員 努力貢獻 加油 跟大家說說廣州市新一波有的疫情出現 Man哥剛好這段時間又住在廣州市 看到可以我即場為大家直擊報道 我們看到現在廣州市由5月24日 郭婆婆發現第一宗感染開始 至今累積已經有61宗 總括來說在廣州市新增的有54宗 在佛山市又有6宗 在茂名市又有一宗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據之前的廣州市檢測得知的結果 就是這位郭婆婆 曾經入住廣州市其中一間醫院 在早幾天前 但是她的醫院新增了一些 曾經收了一些好像在印度過來的遊客 當中可能有些隱性的 有這種帶菌 變種的肺炎病毒 就感染了給郭婆婆 郭婆婆就在一個去喝茶當中 又傳染了給遞送的真理事應生 或者其他人 這一波就在廣州裡面傳染了出去 暫時廣州市都是很太平的 Mango這一兩天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地鐵 一般的日常的餐廳 一般的商場 其實所有都有開的 我們大家看到 對於一般我們在廣州生活的市民 大部分影響不大 但是看到一些交通工具 例如地鐵 檢查就會嚴謹了 進去的餐廳 好像安心出行 每一間餐廳 每一間食肆 每一間商場 全部要掃個碼 才能進去的 進入一些交通的地方 就嚴謹了 還有附近的人 大家都很有公共意識 出去公共的場所 大家都會戴上口罩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禁止地方 不讓你進入 不讓你進出 是某幾個在那邊發生了一些 檢查到感染的地方 才為之比較中風險的地方 那裡檢查就嚴謹了 我看到現在廣州一般的市民 生活都可以做回應 可以自由出入 自由吃東西 自由去街都沒有問題 好像Man哥那樣 出入附近的地方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要離開這個區域 最新應實施的設施 就要我們拿到的最近三天的核酸檢測報告 才可以離開廣州這裏 所以暫時我們看到在廣州 都是太平和安定的 所以我昨天也去了 加上一班在廣州付出的醫護人員 我們廣州要努力加油 Man哥來了廣州天河城 這個很大很出名的商場 因為這段時間廣州就爆了疫情 我看到香港的Youtube 很多不同的人都在Youtube 說到廣州封城 又說四圍都沒有人 我實地現在Man哥 都在廣州各個地方 你看看下面天河城 其實我出入很多地方 其實廣州 所有的店舖商舖 都有開門的 但是真的 比平時人流少了一點 你看到剛才我們也有搭地鐵過來 地鐵的人流 我們平時搭三號線 說人們是站著也沒有位置 但是現在是鬆動了 是有位置坐的 大家都響應 很多人都響應 就是盡量 如果不用上班 都是少點出街 少點出入 但是這裏的商舖 工作 是照舊沒有停的 所以廣州暫時 大家都照常生活 照常工作 照常出街 都是沒有問題的 Hello Man哥來到很出名的天環廣場 你看看附近所有的商舖 都全部有開門營業 今天可能是星期一 有人上班 也是下雨天 所以這裏也不是很多遊客過來的 但是這裏四圍的商舖 依然都營業 所以暫時這裏的疫情 對這裏是有些影響 但是就不是所說到 完全這條街是沒有人 大家看看天環上面 這個蘋果專賣店 你看現在多少人在 在內地 蘋果其實都不純粹是美國的擁有 因為它有很多配件 其實都是出產在中國 所以中國現在蘋果在這裏 都是挺能賣的 很多人 不要說它不愛國 因為它很多生產都是源於中國 明天就是六四了 我們看到最近在網上 就算華哥也好 空姐也好 都播出一個六四真相的片 以前Mango 都被六四騙了我30年 自從2019年黑暴事件 我們看到 原來這些學生 說要爭取民主自由 說要救一個地方 原來是打爛了全香港的所有事情 要我們攬炒 看到不同的 警察又打 綠馬路又打 學校又打 原來學生要爭取將來民主自由 要這樣的 我才真正想回到 原來六四當年 我們中國天安門的學生 回到要改變的現狀 他們是怎樣的呢 最近我就回看了 真的是第一次看的 看到原來在內地 已經封存了很久 我也聽到內地 以前有些朋友看過這段片 但是已經沒有出了很久 最近期呢 就全部都拿出來了 我看到之前 鄧小平 鄧爺爺 說回 原來天安門 當年他們的學生 哇 真的會燒軍人 燒軍車 到處搶機關槍到處掃射 搶坦克到處去衝 有片有證據有真相 原來當年他們的學生 又是這樣爭取他們的 民主自由 改革國家 就要 即是連軍人都不放過 都殺的 死了十幾個軍人 即是現場去燒 被他們釣出去馬路 被他們綁住 砍到天橋 什麼都有 我們看到那時候 十幾歲的軍人 20歲不夠 很多可能20歲出頭的那些 都燒到整個炭 我們看到真的很恐怖 原來一個武王館 引游一些年輕學生 學生真的會殺人 學生真的不會當人是人 學生真的會打到人死 如果香港不是我們的醫療先進 不是即時可以送到醫院 不是即時可以跟你指導血 死了無數人 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 我們看到原來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 他們真的要用鮮血 是用別人的鮮血 換他們將來的自由 將來的民主 我們將來的民主自由 要不要都不知道是怎樣 現在在香港 民主自由了幾十年 但是現在就是被這些無知的學生 被人煽動的學生 而真的去洗腦 真正 我們看回八九民運 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當時學生沒有王館 就會放火 燒馬路 燒車 燒軍人 又是 所以不鎮壓 真的不會有現在這麼強勢 這麼附足 完全脫貧的新中國 所以現在我們也看回2019年了 警察不出來真的去對峙 去打擊那群示威者 去打爛馬路 打警察 我們2019年香港就爛了 香港就真的 整個香港就會被這些無知的學生 破壞了 我們建立一件事 辛辛苦苦用幾十年 但是你破壞 真的不夠一天 幾個小時 你就可以消毀了所有東西 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們看得到 現在真正的真相 我們就知道這群香港的黃之鋒 羅冠聰 周庭 跟當年的柴玲 柴玲 吳爾開希 黃丹 那些 一模一樣 這些異見領袖 被人洗腦走出來 就帶頭 現在他們的 吳爾開希 黃丹 柴玲去哪裡 就去了外國 做了幾十年 走狗 就算吳爾開希 黃丹 那些很想回去自己的中國 見一下自己的家人 都幾十年了 三十年了 都不可以回到自己的國土 見一下自己最親的親人 所以你們這些 黃之鋒 羅冠聰現在走的路 做英國 做英國的難民 我相信他都後悔幾十年了 周庭和黃之鋒都坐牢了 所以我看到你們搞亂香港 不會有好報應的